郭文貴議員 郭文貴議員 �Har or 我們都在海洋的研究登 研究上面來培養更多的青年的學者 天然水和物所冒出來的氣 這是我們整個團隊 在第一次以國人自己自制的設備 去看到這麼精采的影像以後 做後續的留念 進一步在經濟部地調所的支持底下 我們也到 東北部的海域 像這樣子的深海熱泉 都是屬於像Discovery Channel裡面的東西 但是這都是我們國人 我們國家的學術團隊配合產業 一起做出來的工具 在國家實驗研究院 以及這個國家的這個研究團隊底下 去做這個觀察 所以這些過程所累積出來的經驗跟能力 讓我們非常有信心 給定足夠的計畫經費 跟組成一個比較大的團隊 就可以解決我們現在系統整合的問題 然後把這個載具順利的 我應該修正一下 它不是五年以後才會進入海洋裡面去做探測 而是逐步的應該第一次測試會在兩年多 然後到三年半 然後最後再一個重整以後 到1500公尺的時候 那應該就是五年 所以以上謝謝